这刚撞上,看了不,正在报警呢 这个责任肯定是小车的责任了 但是这个小车怎么开到这边来了呢 你看看,难怪有人跟大车司机说,我没地方躲你 大车司机是个小伙子,小车是这个 车上有窗口贴吧,贴一下吧,出血了 其实我在路上也经常碰到这种,占别人车道的 好几次差点被撞上,真是没办法 所以有些人经常这么干,老觉得他干了99次就没事 有一次,他就改了 他以后你看他还让他让开吧,他不开了 好了,到了连密小镇了,这门票98呀 现在4个4A级景区啊,就不少钱 这个老头在捉鱼呢,他这下来是地龙 好像就这么一家买早餐的,价格还可以 我要了一个荷包蛋,一杯豆浆,一个热干面 总共8块钱 他们当地人说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啊 吃完早点,去看风景 贵妃们,富婆们,女神们,妖精们,自由们 这些女人都和我没有缘分,我还是走自由门吧 这边有个玻璃桥,花30或40块钱可以过去 哇,这什么兰花,这应该是一种兰花,好香啊 这个庙里面祭拜的是我们的祖先,炎帝,还有皇帝 中国的姓氏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女生为姓,也就是说原先的孩子都是跟妈妈姓 所以同姓之间是不能结婚的 到了夏成洲以后就有了氏 而这个氏一般是君主所封的地 所授予的爵位,甚至是官职 你比如说王姓,就是笔干的后裔 因为笔干是王子嘛 再比如说司马,这就是西州时期的一个官职 后人以此为姓,当时是叫氏 汉代以后姓氏统一了 直到近代这个姓氏啊,才基本稳定下来 改名字的有,改姓的不太多了 即便如此,现在仍然有一些人不认祖宗啊 你像很多台独分子就是如此 你咋出来的?啊? 是鹿吧? 哈哈哈,散仰的 可以 哈哈哈,跑了 这里边圈养了几只梅花鹿 这圈养的就不如这散仰的 这散仰的多少还有一些激进性啊 见了人就躲 很难捅去啊 看看,火鸡 哎哟嘛,哎哟嘛,你看看,你看看 挺威风,小家伙 这个羽毛都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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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丑啊 等你们这把小朋友走了以后啊 这些孔雀和火鸡啊,都精神错乱 好丑啊 这个火鸡被你操漂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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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炸意,炸意 好了 咋了? 我来看看你咋了 再叫一个 来 还叫 这些是大雁 叫声响咳 这些不是咳 这边还有些散痒 好,这就是红锦腹肌 啊,那个母的这么丑啊 有只白的 小鸟 过来 不要躲吧 就你们几只啊 那边还有一大群呢 去看看 吃什么呢 是你吧 哎,这一粒桃花还不错 唯一值得看的就是这个 我回头从家里我也这样吧 搞个树叉 然后那个笼子 这有个大的 可以啊 整个白崖山 就这片桃花 我感觉 还可以 还可以看 一只孤独的羊駝 过来 小黑 看来说他黑他不高兴啊 哎,过来 过来 过来 那边 那个北溪湖 换熊 这几只换熊 那边还有一只 像天大的地银 我会相信 我会想吃 你一定要炒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看看这些孩子发明创造 推呀 没有电 推着五官 那么好朋友们 年明小镇 阿鸦山就看完了 再见